各位观众 你现在看到的风景是北海道富良野的风景 有著名滑雪场北智峰 落山开车去富良野市中心的沿途景色 今次我接到Job去富良野帮忙找好的楼盘 去做民宿或者做旅馆 今次的客户认为富良野的滑雪场很有潜质 一到冬天滑雪季节就会有很多人来滑雪 北智峰这个地区是2023年日本地价升幅最高的地方 大概升了28% 是日本全国升幅的第一位 所以就说这里很有潜力 滑雪的人有时会即日来回 有时会留宿一万到几万 一到滑雪季节富良野的住宿供应非常之不够 很多时都满了找不到地方住宿 我今次应用住在日本超过20年的经验 去和客户一起找适合的单位 详细之后再说 事不宜迟先看看第一个单位先 这间屋的外形是这样 不是必须是一般的住宅 它现在改了变民宿 北海道很多屋的屋顶是斜而不是平 这个设计是防止积雪的时候屋顶会承受不住 现在看着这个单位就是在北智峰地区 即是地价升幅最贵的地方 有了冷气有了暖气 家室电视什么都齐 厕所这里有比较特别的 北海道很多时都会用这个热水装置 不是一些奇怪的东西不用担心 有冲柜、微波炉、多屎炉 有地方吃饭、有地方煮食 这个位置一出就是客厅 看到桌上有一本保子 就是说这里其实已经在做民宿 一楼这里已经可以睡觉 听说客人很喜欢这个櫃 因为可以扮叮当地睡觉 厅也挺大 不如上二楼再看看 这间屋是连埋地和两层高的一会见 租民宿的客人刚刚走了 所以未赶得及打算 这间屋大概是495平方米 地链楼超过400万港元 不知你觉得便宜是贵 在继续看《找楼团》之前 我想讲讲库梁野这个地方 因为地理环境对库梁野市的发展 有很大的关系 库梁野差不多位于北海道的正中央 而一家学校里面就摆了一个像 叫做北海道的肚瓷 意思就是说库梁野就像肚瓷一样 正正位于北海道的中央 早在1897年开始 库梁野理由居民定居 三年之后 从旭村到下库梁野之间的铁路通车 促进了库梁野和周边地方的发展 再去到1913年 从农村至下库梁野的铁路都通车 就令这个地方成为连接大城市 旭村、农村、大广的交通梳楼 并且进一步加速了当地的发展 去到80年代 富士电视台推出电视剧来自北国 大受欢迎 吸引了大量游客 成为北海道具代表性的观光地之一 连同在旁边的美英 形成了很具吸引力的观光区 所以在夏天 很多人都会去库梁野和美英 看花田享受大自然 而另一方面 冬天的库梁野更具价值 可能很多观众都知道 北海道的二世古 有泡打Snow粉雪 首先吸引澳洲 之后欧美各国滑雪好手 都匆匆涌到去二世古 令这个地方地加上涨 我之前有介绍过二世古的泡打Snow 有多吸引 而今次库梁野找楼团之后 我就实地去了二世古 影片之后会推出 有兴趣的观众请留意 未订阅的话就请你订阅 不要错过 而库梁野一点都不信息 雪质绝对不会比二世古差 库梁野还曾经举办过 国民体育大会的滑雪比赛 全日本滑雪錦标赛 FIS世界杯等等滑雪大赛 证明这里的滑雪场 有一定的质素 有关滑雪 我住那家民宿的老板 就是曾经参加过 在库梁野举办的大赛 当时他的战绩经营 之后再跟大家讲一讲 库梁野的居民 通常会将这个地方分为两部分 第一就是市内 即是JR库梁野站附近的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北之峰 就是滑雪场的所在地 以及日本全国地价升幅最高的地方 两个地方之间隔了一条河 条河叫做空之村 如果要在北之峰买楼的话 就一定贵过市内 以滑雪场来说 价格仅次于二世股 今次的顾客考虑到二世股的地价实在太高 所以就选负梁野这个地方 我带过顾客去问了几间地产公司 就发现了负梁野这里 北之峰的地价是贵 而市内的地价就比较便宜 如果看到新闻或者资料 说负梁野的地价贵 那就要搞清楚 应该是北之峰就比较贵 而市内就没那么贵 分清楚的话就不会混淆 要混淆的话就可以正确地锁定目标 不过市内的空置单位并不多 要找就要花时间 以及要有一定的当地人制关系基础 我在负梁野就认识到当地大型地产公司的老板 这间地产公司叫做北宁 当时的社长叫金井灯 而当时的副社长尚田博幸 就在2024年6月升了变成社长 我和前任社长和燕任社长都有交往 如果想在负梁野找楼的话 那就麻烦你联络我 我再去拜托两位大人物 帮我们去找好的楼盘 接着就看另一个单位 这间屋是一户建 更加像别墅 你看这个门口满有味道 进了门口之后 就发觉里面的装修 是统一以木为主调 发觉的设计很特别 右手边这里 上就是想半层 这间屋好像是别墅 但是原来是屋主自住 看这间屋设计这么特别 原来是委托宅房一间很出名的设计公司来设计 所以建出来的屋是与众不同 设计很特别 但是也很实用 看看这间房 里面的衣柜这么大 在日本这些叫rock-in closet 女士们应该很开心 可以摆很多漂亮的衣服 厕所很简单 而地方很大 不会有很局促的感觉 出发来之后看到个地牢 而对面这里就是洗衣机 和准备入浴的空间 右边这里有个浴缸 和洗澡的地方 屋主已经搬走了 所以有些设备不是那么完整 不用那么担心 再上到一层 可以看到斜斜的屋顶 而间隔可以用这些门 去灵活调整 这间屋的面积 大概是240平方米 买300多万港元 原来另一边屋顶有天窗 怪不得这么光 没有开灯 日头可以这么光是很难得 而左边这里另一间房 上面有个角楼仔 爬上去的话就看到个角楼 可以摆很多一些不是经常用的杂物 再在上面望回来 原来入口的天花板是这么高 是家屋里面应该很舒服 买来当别墅也不错 今天富良夜天气好了很多 但是也是很冷 昨天和前天都下了雨 你看地上也有点湿湿的 还没干了 这里就是我住那里拍出去 下面就是富良的市 这里就是北枝峰的位置 是滑雪场来的 左边这里有一间是比较漂亮的灰色外墙 有点木的 木向着那边就是滑雪场来的 这里就是专用外国人来这里滑雪 当然日本人也有的 可是一度冬天就有很多很多外国人来这里了 前面 富良夜市 希望今天可以找到一些好的地 或者屋 这样看下去真的好漂亮 如果夏天或者前面的云没那么多 看白河山一定更漂亮 如果每天可以享受这个这么漂亮的环境的话 真的舒服每一天都 急不及待再看下一间 下一间是位于市内 所以由北枝峰 开车去空枝专的另一面 这间屋跟刚才看过两间完全不同 是比较像近代设计 都是一户建 留意屋顶是打平的 近年建的屋 屋顶不用打斜 就算是打平 落雪的时候也不怕 看到家屋里面有傢俬 有电器 即是这间都是做文化的 里面是一间很普通的一户建设计 有厨房 微波路 多屎路都齐全 雪柜都有 厕所就很窄 很多时候厕所都是这么窄的 所以说刚才看的厕所就是阔 旁边就是浴室 是新式的设计 很舒服 再过来这边就有洗衣机 和准备洗澡的地方 相对二楼其中一间房 这间房放两张床 很明显是做文化的 旁边一场白色的是暖气 看到旁边的房屋 屋顶是打斜 基本上屋顶打斜打平都没什么问题 这里就是衣柜 如果做文化的话 这些典型的一户建设计 可能没那么实用 去到另一间房 都是有两张床 冷气 暖气都是分开 外面的风景就一般 不过不用面对对面那间屋的墙壁 这间屋的面积比较小 是150平方公尺 间隔是3LDK 就是有三间房 售价接近200万港元 当然面积比刚才看的小 很明显是比北枝峰的价格便宜 这里有另一间房 应该是主人房 是阔很多 可以摆一张双人床 也足够委呗行李 暖气都是分开 在富良夜的话 暖气是非常之重要 下回来一楼 这个大家听到很实用 与其用来做文化 一家人自己住可能更好 先后介绍了三间在富良夜的单位 有做文化的 即是好像AIB&B那些 也有自住的一户见 这次没有详细地说每一个单位的价格 所在地 详细的面积 和售价 因为这条片的目的 是给大家看看 去一个地方看楼间 究竟是怎样的 怎样去找 怎样去跟别人沟通 其实刚才看这三间 都在半天之内看了 如果准备得好 沟通得好的话 是可以在很短时间里 看很多的单位 这一间就是富良夜找屋团 几日行程里 我住的地方叫Pension Young House 看过外形已经知道很足够 里面是这样的 我说过主人滑雪很厉害 他曾经在日本国内很多大赛里 都拿过奖 而且他的子女战绩都很厉害 子女里面其中有四个是女孩 四个都出场国内的大赛 而且是赢了冠军的 在日本里面都很出名 主人叫做武田 本身没有跟他说话 就是拿锁匙入房 就是这么多 而途中去了商工会 问一些在富良夜做生意的资料 我问一问负责人 我住在Young House 然后负责人就说 我那个叫做武田 很厉害的去滑雪 你有空跟他聊聊 原来这样又收到料 另外在JR富良夜站对出 有一间叫做长江陶器店 我上年去的时候 帮他租了几天单车 老板娘非常好人 今次我带了手信 再去探一探他 铺太两夫妇经营 上次就跟老板娘 今次老板也在一起 我就跟老板聊天 我说住在Young House 听过武田先生以前滑雪很厉害的 然后长江陶器店的老板就跟我说 他也认识武田先生 而且他的家人 有跟过武田先生去学滑雪 再说下去我就说 我就找了一间叫做北宁的地产公司 老板说 这间公司很久了 好信得过 富良夜有很多屋都是他建的 然后我就说 我跟社长和副社长有聊天 然后老板就说 原来他弟弟就是跟北宁的副社长 以前是同班同学 原来是这样的 那么巧合 之后过了几天 我又回到北宁那里 跟副社长聊聊天 我就说去过长江陶器店 跟老板和老板娘聊聊天 然后又告诉我 我住在Young House那里 然后副社长上田就跟我说 他小时候 就是跟过武田先生学过话说 真的很巧合 也知道富良夜这个地方 其实社区很小 很多人都可能是同班同学 或者是读同一间学校 谁做过什么 尤其是公司的老板或者职员的话 市里面的居民 很多都会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看楼团去到尾声的时候 我就在北枝峰那里周围看 打算自己一个 再去详细了解 富良夜这个地方 居住环境是怎样 但是好不幸 我是早上当时 在北枝峰那里扭起了脚 唉 真是去旅行 外出很多人都想不到 你看到我一隔一隔一隔 就是刚才去拍的那时候 我看着镜头 接着就走 但谁知道原来地下 即是木板地下 但有些是腐烂了 有个小孔 我插了脚 插了下去 现在右脚和脚 差的位置 是有点同 走一走 你看到隔一隔一隔 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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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未开始 我打算回去 我住的那间酒店 叫哥哥和叔叔 帮我看一看 因为这间酒店的叔叔 阿Master是滑雪的 我希望他就会帮别人看 我现在走到少少 那我可能再过多几个小时 之后 可能腫得走不到 我现在趁早 我看一看 或者叫他给兵敷一下 帮一下帮我 那我今天下午 就约了社长 去不动产的社长 去拍摄 虽然不用怎么约 但我希望可以捱到那一道 这一道 周围我拍不到 都没办法 扭到现在五分钟左右 过了 开始 越来越痛 我忍着痛 走回到Yang House 我告诉武田先生 我扭到脚 究竟应该怎么做 然后他说 好你等一等 然后他在冰箱里 拿了一些震痛贴 然后叫我 你自己贴吧 我还以为他会帮我看看 原来他叫我贴 那可能贴震痛贴 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我坐在这贴的时候 就问他 我这几天见过 长江陶器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又去过北宁 见过他的社长和副社长 打开了个话题 不知不觉地就谈下去 我问武田先生 你以前话说好像很聪明 我听其他居民说 他说是 还主动地告诉我 他其中四个女儿 全部话说都拿过冠军 然后大女儿现在去了哪里 二女去了哪里住 三女嫁给谁 聊这些日常生活的事情 聊了我想超过半个小时 然后我就问他 这里文泊和民宿的生意 怎样 因为我留宿的五月 是没有其他客人 有没有田先生 我说 对呀五月是没什么人 淡贵是没什么人住 不过夏天会多些人 而冬天会满了 是很热闹的 他还说只是做半年东西 经营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之外 还可以有半年慢慢过生活 不需要工作 见到有客人来的时候 才去招待 没有客人来的话 还好可以休息 我听到之后就知道 原来富良野这个情况 就算有淡贵的话 也不会有很大问题 因为旺贵的时候 已经可以赚足够的利润 和以上几位住在北海道的居民 或者在北海道有公司的人 聊天之后 除了可以了解富良野 做生意的情况之外 还可以认识到当地的居民 下次在富良野的时候 就可以多些照应 以及可以知道一些 连网上都找不到的资讯 对找楼做生意当然有帮助 而且考虑移居 例如今次的例子是富良野 那就可以问 在富良野生活是怎样 有什么是好 有什么是不好 现场问当地的居民 就可以知道更多和更细致 所以我觉得应该利用今次的经验 去提供一种新的服务 就是帮助想移居日本 或者想拿经营管理签证的人 预先去了解想落地的地方究竟是怎样 我除了可以帮大家找楼 或者去办手续 和市政府的人交流之外 还可以去认识附近的居民 去找一些当地居民才知道的有用资讯 另外当然移居也好 拿经营管理签证也好 最终都是要住在那个地方 那预先和当地居民熟下了的话 之后做很多事都会顺利很多 也可以帮助加入当地的社区 如果考虑移居日本 或者拿经营管理签证 想事先视察 或者直接找屋 或者找公司办公室的人 可以考虑这个服务 可以用WhatsApp 或者用email来联络我 继续看看找楼团的进展 接着去看另一间新一点的屋 是2019年气号 位置是比较近河边 门口这里有盖 出入就不怕整湿 还有这里是可以拍车 镜头拍到的是两个车位 而左手边是一个车房 还可以锁住 前面就是一间屋 是蓝色和银色的设计 门口有两道门 是比较特别 左边的是正门 而右边的落树出入可能比较方便 右门口一看 看到右手边有这么多櫃 这个就是连着右手边的出入口 再走进去一点看 这个圆关也挺大 还有暖气 有时出门口 或者刚刚回来要准备的时候 都不怕冷 一进去门口 左手边已经是一间房 墙里有个窗 都挺光明 善用空间 这里弄了一张桌 而门口旁边就有些衣柜 顾客看到这间房也挺喜欢 他说想用来做办公室 而其他房就是租出去 厕所都不窄 装修也是挺漂亮 接着看下去 都会发觉 这间房子装修是非常漂亮的 这间房子是6LDK 即是有6间房 本身屋主是和家人住的 但不知为什么会弄6间房那么多 厅已经是这么大 一看下去真的很吸引 左手边这里已经有间房 房里面是没有冷气或暖气的 要靠大厅的冷气和暖气 如果做文拍或者做旅馆的话 房里面的冷暖气就要另想办法 而厅的暖气冷气是完全没问题 还有这么大的窗 望出去可以望到山 和北枝方的滑雪墙 而这边可以看到open kitchen 这里看到右上角有个冷气机 左手边这里就是洗手盆 准备洗澡的地方 这里很特别 有两个洗衣机位 地产经纪都说很少见 会有两个洗衣机的位 而水系统是不可常见的 那2019年落成的5年 又这么漂亮 其实都不容易 听说屋主好像不是住了很久 现在就放出来 厨房左手边这里 是放干粮、调味料 或者其他煮食用的东西 后面这里买电饭煲、微波炉等等 而芯盘很大、很阔、很够用 芯盘旁边有地方切东西 而最里面就是电磁炉 看看电磁炉里面 烧鱼的地方 这么干净的话 就是证明是没什么用过 看一间屋新不新的话 看一间烧鱼里面的一格 就是其中一个线 很多位都很实用 而后面的碗碟柜 空间也很足够 然后再上二楼看看 整间屋室内都是浅色的 很光芽、很舒服 二楼左手边这里已经有两间房 这间房都是有自己的冷气和暖气 二楼的房间是有独立冷气和暖气 而一楼的就要靠大厅 所以这里就要想一想 要解决没有独立冷暖气的问题 楼梯上面有个天窗 很够光 这里也有一间房 都是有自己的冷气和暖气 对面也是有一间房 二楼这间房就比较小一点 不过作为睡房的话 是完全没问题 外面是一个公园 环境是挺好 二楼走廊去到尽头 就可以出去外面 这里可以晒衣 还有可以上屋顶 二楼有个独立的厕所 这里比较窄一点 也有暖气 厕所左手边旁边是一个储物柜 可以放厕纸等等 再下一楼 为什么我拍得这么急 其实我要帮客人讲解 所以不可以慢慢拍 这里就请原谅一下 这个厅真的很大 很吸引 现在地产经纪就是说 二楼那间房 究竟可以怎么用 这间房里面 里面是一个储物柜 或者是叫做walking closet 而客人就在想 如何可以改装 又要预备多些冲凉的地方 现在就在想 是不是可以打通它 来做浴室 如果六间房 五间房要租出去的话 只是靠家庭的其中一个浴室 是真的不够 如果整间房租出去的话 当然是没问题 但是如果分房租的话 要轮流洗澡 这样就不像实际 所以现在就在看 二楼房里面的储物柜 其实是否可以打通 或者甚至是不要的厕所 把这里改装成为 几个花灑浴室 就可以解决 把房分开租给不同客人 洗澡房不足的问题 那当然可不可行是其中一个要素 而另外也是想想开支 合不合理 接着顾客就在想 屋旁边这个位置 够拍多少架车 如果多车位的话 把房分租出去就比较容易 在这里说一下 富良野玩偶团这几天吃过些什么 这几天里面吃过两餐汤咖喱 一说到汤咖喱 很多人都会联想到窄房 的确汤咖喱是窄房的名物 而来窄房不是很远的富良野 都可以找到汤咖喱的店 其中这一间在购物广场旁边的 有Spice Curry Kitchen 即是阿吉 提楼团刚刚在5月 正正是春天 阿斯巴拉格斯老笋 就是当做 这就叫一个加了老笋的汤咖喱 这一间的汤咖喱 不是很浓味 不过有很多香料 吃第一口吃第二口 觉得好像很淡 但是再继续吃下去 就慢慢感受到这一款汤咖喱有多好吃 顺便看看这间店铺的营业时间 星期五和星期六全天都休息 而早上是开11点半 午饭时间到2点半 然后夜晚就由5点做到7点半 再有星期日和星期一这两天 夜晚都是休息 这一间汤咖喱吉 看上去好像是一对夫妇经营 看到它这么短的营业时间 都可以卫生 大概可以估计这里的生活指数 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有多少人来帮衬 和我女店员相信是老板娘聊过几句 这间店叫做阿吉 就是招床包上面那只猫的公仔 而这只猫公仔就是参照真猫阿吉而做的 第二天就去了另外一间吃汤咖喱 这间是Careno Furanoia 咖喱的妇良野屋 在市役所附近 看到午饭快开门的时候 已经排了长浪 这里的汤咖喱吃第一口已经很浓郁 和刚才的一间完全不同 不过各有各好吃 而在这一间我就叫了Kakuni Spice Curry 即是炖猪肉的汤咖喱 这么大块猪肉很吸引 整体上都很好吃 这两间汤咖喱的口味完全不同 轮流吃的话一定不怕烟 接着一晚去了一间在火车站附近的 烧鸟串屋 我看到有马肉刺身就叫了来吃 烧鸟串整天都可以吃 吃下马的刺身也挺有趣 另外拉面也有吃 例如去了这间山江家 山江家相信很多人都会认识 尤其是在扎房有很多分店 千万不要小看山江家 在东京或者大阪、福江 好像没怎么看的 其实它是上市企业来的 是信心的保证 在这一晚我就叫了辣的味噌拉面 汤底很好吃之外 叉烧是一粒一粒的 不是一片片的 非常好吃 而另外一日下午 去了富良野五郎拉面 一看下去就知道 是猪骨拉面 是一间很典型的拉面店 当然味道也不错 在富良野 午餐晚餐都吃过超过十餐 记得第一日下午 就是在这个富丹多妈瑞蛇那里吃东西 里面有餐厅 又有面包店 又有冰箱店 又有手信店 就是刚才汤咖喱阿吉 旁边的一个购物广场 很多游客都会来这里买东西 这一间在公路旁 所以很容易认 在富丹多妈瑞蛇里面 有几间卖熟食的店 其中这一间 左手边的招牌 写着Niku no Mama 是好像汉堡扒 上面再可以加一块芝士 非常好吃 借这个机会再讲 详细一点富良野的地理环境 看看这个地图 这里是JR的富良野站 路轨是打斜 贯通富良野市 有一条乘L字形的公路 是国道237 沿着这条国道237的话 就会找到很多店 例如刚才的山江家 购物广场Furano Maruse 和我去年去富良野时 介绍过的大型超级市场 Cope Sapporo 富良野分店 即是在北海道很容易找到的 绿色招牌大型超级市场 这间超级市场真的非常好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去年出的那条片 富良野五郎拉面都在公路旁边 和我刚才说的大型地产企业 再加上JR北海道根湿本线的路轨 就像一个三角形那样 而在国道237L字的位置 延伸出来的是国道38号 沿着去的话 就会看到DCM DCM即是日本人常叫的Home Center 很多DIY的东西 单车 园艺 桶物等等 和家居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而沿着国道38号一路走的话 就会横过空之村 然后跟着路走的话 就会去到北枝峰 整体上富良野应有尽有 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但是基本的日常生活 可以在市内全部应付得来 不需要担心 也不需要想整天要去窄房 或者去旭村 或者要去大广 可能间中一个月去一次 或者两个月去一次 就已经足够 而日本很多人都会用Amazon 在网上就可以买到日常生活所需的东西 所以更加不需要担心 继续讲富良野找楼团之前 给你一点时间我介绍一下 得胜10万订阅 我也开了Discord的交流区 欢迎喜欢去日本旅行 喜欢吃日本东西 喜欢看动漫 或者住在日本的香港人 都可以参加 日后会发展到 推介一些职人的体验 旅游活动 买日本东西的店铺 成为一个综合的平台 掃左边的KL Code就可以参加 刚才介绍了六房的房子 是比较近一条叫空之村的河 如果在日本买房 除了地震火山之外 就要看水灾 如果近一条河 就要更加留意 如果想避免水灾威胁 究竟要怎么做 我之前有很多影片 也介绍过防灾地图 这幅就是富良野市政府 推出的洪水防灾地图 地图的左下半就是空之村 左下角白色的地方就是北之风 因为北之风是山 所以受到洪水威胁就比较小 而空之村对岸市内的地区 全部都有颜色 有颜色就是代表有水浸的威胁 例如浅黄色水浸有可能去到0.5位高 而浅橙色就是0.5公尺至3公尺 浅粉红色就是3公尺至5公尺 顾客也在意 这间屋会不会受洪水威胁 就拿了防灾地图出来查 一查 谁知道这间屋就是位于有水浸威胁 高度达到0.5公尺至3公尺 如果万一发生洪水去到3公尺的话 即是整间屋有大半部分都会水浸 非常担心 我也有帮忙看这个地图 一点要注意 这些防灾地图是一个预测 即是会根据某些条件 以这幅洪水防灾地图的条件 就是说万一发生1000年 只会发生一次这样的程度的大水灾 那时候水浸会达到多高 即是说最坏的打算会是怎样 虽然有看到那间屋水浸 可能会高到0.5公尺至3公尺 但估计1000年才会有一次的水浸 不应该太担心 当然也不能太乐观 那我就帮忙去问 最简单的就是去问住在富良野的人 究竟由小到大有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水浸 那我就去长江淘气店问一问老板 老板由小到大都在富良野住 估计他的年龄都有六十多七十岁 问他就最清楚 他就说富良野这里 从小到大没有试过有大水浸 有水浸的都是中富良野那一边 即是来富良野市有一段距离 他还说支空村曾经有氾滥过 不过就不是很严重 以及因为曾经氾滥过 两边起高了房堤 就算下大雨的话 应该不用太担心 另外我再去问那间地产公司北宁 就问了一个带人去看我的经纪 他都是在富良野出生 在富良野长大 估计他都有三十多岁 他都说从小到大 这么久以来都没有经历过水浸 那听到这两位在富良野土生土长的人说的话 那就得出了结论就是 那房灾地图最坏的情况 不需要太担心 但是要留意 实际上发生水浸的机会应该不高 就是这样就解决了其中一个疑虑 另外也可以证明 认识多些人是有好处的 另外再介绍一下 找楼团去哪几间富良野地产公司 当然第一间就是有这间北宁 看见他的招牌写着建筑 土木和不动产 即是建楼打地基 买卖都有他份 另外我和副社长聊天的时候 他说都会做物业管理 而且物业管理的生意比率都不低 就这样看招牌 他没有写到物业管理 就可能误会了他没有做物业管理 另外一间大型地产公司 就是这间 他间公司设计都挺特别 这间叫做生A 跟负责人聊天的时候 他说富良野的楼子比较难找 通常有些条件好的 一早被人选择 好像我们今次找楼团 一些外人偶然去找的话 其实很难找 那我就再问他一句 如果不是熟客要找的话 那怎么办 他都说要靠人制关系 他这样讲的有道理 因为富良野这个地方 都有很多人想投资物业 尤其是北枝丰地价升得那么高 土地和单位受欢迎 那都可以明白 那我就觉得 如果有人真的有兴趣的话 我去拜托北宁的社长和副社长 他们应该可以帮到少少吧 另外一间就是叫做轻米组 名字都挺特别 在日本叫做WMX组的话 可以估计他有帮人建屋的 这一间在富良野来说 是比较新的地产公司 接着有一间叫做H2 Group 这间写完英文 即是代表他有人会说英文 而除了富良野之外 二世古他都有公司 最后还有一间叫做AAF All about Furano 意思就是全部关于富良野 这间都有人会说英文 AAF和H2的公司在北枝丰那里 即是他们代表零射落力 去帮人投资北枝丰 可能观众就会这样想 如果去找H2或者AAF的话 那就不需要识日文 这个想法有一半正确 的确去找AAF和H2的话 可以和识论英文的职员沟通 但也有点弱点 例如北宁已经在富良野做生意做了很久 当然有很多拥有土地 拥有物业的业主会帮衬北宁 甚至是叫北宁去弃屋 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在北宁找到的物业 在其他地产店可能找不到 或者拜托北宁找的话 会快点找到 或者北宁会有第一手资讯 比其他地产公司快 在当地扎根的企业 当然由他的优势 我觉得今次这个旅程也挺有意思 因为如果真的找到的话 可以之后再发展 真是整文宿 之后有很多东西搞 除了是家屋 快地怎么去布置之外 还有那些文件 要怎么搞 会遇到什么困难 那我帮到他最多 就是我除了识日文之外 我就可以帮他去完成那些行政 或者跟那些政府人员 相关部门去谈 看看有没有可以顺畅一点 那就是不懂这里的文化的话 是真的浪费很多时间 那这两天 是跟地产和政府部门去谈 那其实我觉得是ok的 他们不会是对外国来的人 是有点抗拒 那当然就是譬如我带头去讲的话 那第一步呢 那个印象就没那么差 就是不会说 你究竟这些人来说什么 半桶水 那样的 那说也不明白 那我应用回我 几年之前做工的经验 那就可以套用回到这里 十几年在日本公司大公司做事的话 那其实学到很多日本基本的礼仪 应对那样 那见过地产政府部门 其实他们都挺好的 那之后当然就是有跟进那样 最终完成了找楼团 客户找到他的心意单位 想不到我去年去库梁野的经验 会在今年用得着 如果有观众想去库梁野看楼 我应该可以帮到手 还会找到地产公司北宁的老板来帮我们 如果想去其他地方看楼 或者想去视察一下 适不适合自己生活的话 都可以联络一下我 多谢大家收看 完了工作之后 我自己再在库梁野看多一天 之后就去了二世古 相关的影片之后就会推出 希望大家留意 我现在带成了十万订阅 之前我宣布了 迈向十万订阅会主办最深日本之旅 当时推出了京都 譬如由南山 由清水子 由智园等等地方 之后我加到可以去大阪城和日本桥 有兴趣想深入由金泽 或者由京都 或者由大阪的 不如去网页看看详情 希望喜欢看最深日本影片的观众 可以课金给我 帮助我可以拍更多更好的影片 课金有几个方法 有PayMe 香港观众可以用这个 还有PayPal 主欧美观众就很方便 PayMe和PayPal 金额是任意 看完每一条片 觉得好看的话 每个观众课金少少 加上的话 对我的支持就很大 而之后就是PayTron 这个是每个月 自动课金一定的金额 长期支持PayTron的最好 我也是最开心 而最后以上三种方法都不对的话 就可以选择YouTube的Membershi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